剛剛有跟各位詢問過的,好像大家印象中比較好在用的,或平常比較有聽到的,大概就是Google地圖為主 因為在台灣來講使用率是最高的,那麼還有沒有別的,其實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你有沒有去過這個網站? 那我就知道一件事情,請問你的首頁是不是都設為Yahoo比較多?或者是設為Google比較多對不對?請問你們的首頁還有設成哪一家?沒有了對不對?所以人家最近他有改版耶 你們都不注意他,這個是哪裡?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有一個地方叫做MSN,有沒有?現在入口網站大概不多了吧? 入口網站主要就是Yahoo,Google還有誰?是不是MSN?其他的你應該不會去上中華電信吧? 中華電信那個是他去你家裝了之後順便幫你設的嘛,他一離開,前腳一離開你後腳就設看別的了嘛 好,這個就是MSN,所以其實我現在首頁是MSN,我比較少去Yahoo了,我跟Yahoo已經脫離很久了 好,是在MSN最近改版也不錯啦,也不錯,他把整個在介面上做成比較適合行動裝置的瀏覽,那整個也比較大,比較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在上面這裡,有沒有發現上面很大一顆地圖,只是你不曾來這邊用過而已 說真的,其實他的功能跟什麼?跟我們Google的地圖大概有70%是雷同的 而且你會發現有沒有覺得似曾相似的感覺?因為他現在全部都超越Google的 你不覺得他很像嗎?只有地圖長得比較不一樣而已有沒有? 好,如果我們一找的,比如說我們直接找,找到這邊來 你看左手邊,對不對?點下去,這邊路線,詳細資料,他會打開他的MSN 你看這樣一找的話,他在像一般,你這個是搜尋地圖,那麼如果你是搜尋那個什麼? 直接在這邊搜尋的,會更像什麼?更像Google 怎麼樣?有像嗎?你有沒有覺得好像來錯地方,穿錯衣服了?有齁?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哪裡不一樣?這裡嗎? 微軟很難得把背成這樣子,對不對?但是其實我是覺得他地圖的部分其實還是不錯 而且他一樣,他事實上還可以做什麼?跟別的軟體做交換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用地圖,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資料格式是不是要共通? 我們以後,不管你是用Google地球,你是用Google地圖,還是用別家的,我們資料能夠共通的時候是不是就比較方便?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在這個地方,在他裡面,他包括了這個路線的規劃,他也有什麼?就是 他也有一個我的地點的功能,也就是說等於你可以自訂自己的地圖 好,自己的地圖,而且最重要是你可以匯出KML這種格式 那這種格式是在地圖裡面算是共通格式,包括Google地圖,Google地球,或者你跟其他的軟體,你要做交換的時候幾乎都是用這種比較主流的格式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不管你是從哪個系統要轉到那邊去,都是可以用的 好,都是可以用的,那當然他還有一個,他一樣有所謂的空照圖跟鳥看圖 所以呢,這個是很特別,你看在上面這裡,有沒有鳥看圖 對不對?所以我們可以看近一點,一樣滾輪近一點,這個是地圖的部分對不對? 那鳥看圖就回到什麼?回到這邊啦,就是我們講的衛星的地圖 那這裡面呢,他一樣,使用上基本上都相同啦 所以應該不會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困難對不對?好 這個是第一個,大家可能不曾注意過的,就是 就是,我講的,他也有一個這個所謂的地圖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當然,各位的首頁都有設成雅呼的對不對?大部分啦 所以其實雅呼有沒有地圖?有 不過說真的,雅呼的地圖實在是陽春太多了 那你再來看一下我們這個雅呼的地圖 有時候你不得不承認說,為什麼雅呼會越來越不行? 真的有點信,而且他已經都沒有做他的搜尋引擎了 你們有沒有在用雅呼做搜尋引擎? 在上面找,你要知道,找的結果是由病提供的 你是為了提供給他搜尋的結果 雅呼的搜尋引擎已經不行了 真的啊,你們都沒有特別注意過,你看我們回到這邊來 即使你在這邊打 這個不是最近的事情,這已經好幾年了 你看完之後你就知道為什麼大家看起來都很像 有沒有看到Power白病?有沒有? 他不是Power白Yahoo喔 所以市場搜尋引擎的部分主要就剩誰? Google跟微軟而已 比較大家的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地方 在這裡 你看他的地圖 他很單純,他主要就是有路況 然後就是路徑規劃 就這樣而已 他就是比較一般生活簡單的應用 他沒有什麼太多其他的主要功能 他唯一的跟人家不一樣就是 這顆會特別大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跟各位介紹的也有 偶爾用一下也還好啦 反正你多參考一下不同家的 很多功能都跟我們一般現在軟體一樣 不同家怎麼樣都殊途同歸 就是同中求易 同中求易多一點點不一樣的功能 那麼這個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還有Nokia也有 只是他目前沒有繁體中文 只有簡體中文 他甚至還有加上所謂的3D眼鏡 就是你戴著3D眼鏡 力圖看起來就比較立體 這個Google好像也有推出 好像也有推出 但是可能用的人不是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那我們一樣可以稍微看一下 對了,順便跟各位說一下 如果說你打開我的新字圖 你能看到裡面有這個 代表裡面有超連結 裡面有超連結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iPhone Link 打開就可以看到那個連結 或者你要在瀏覽器裡面直接去瀏覽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可以直接瀏覽的 忘記了,不知道跑去哪 我記得點一下吧 對,點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 這是給您稍微看一下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做的 那我還是把它開回到IE這邊來 好的 好 這是一個他介紹的 介紹的文章 那我往下走 你就會看到他的網址 好,在這邊 真的有對不對 好 所以呢 裡面這個也都是中文的 只是說那個 操作介面上是以簡體為主 以簡體為主 好 那麼他其實功能也是蠻多 也是蠻多 那麼比較 他一樣可以做所謂的 我的地圖的規劃 好 我的地圖的規劃 那麼你可以從這邊呢 看到就是 那有一個叫做 叫做那個什麼 欸 他也有一個 那個 真實3D的 跑去哪裡 忘記了 他也有一個 又一個類似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其實使用量在台灣相對用的比較少 畢竟跟 沒有這個所謂的重體中文 繁體中文的話 我們再用就稍微少一點 就稍微少一些 好 這個我就先關掉了 那另外 台灣還有一個在用的是這個 URMAP 有沒有 比較早期的 欸這個的話 我把它一樣 把它給您看一下 這個也是 對不對 比較早期的時候 還有一些人在用 因為 早期那個 地圖的應用的 廠商比較少 而且 不像現在Google地圖 那麼 那麼 龐大又 又把措施又包在裡面 所以以前他就像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什麼 比較單純的就是做 地點的查詢跟什麼 路線規劃 路線規劃的部分 所以 現在呢 你看完這幾個 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完這幾個 他們都有的共同特點 就是 上面這些 我們目前主要的 這個地圖的應用 都是以點證圖為主 也就是說 你有沒有發現 他在 我們在看地圖的時候 他說一塊一塊慢慢出來 對不對 一塊一塊 因為那些都是點證圖 他分割很多塊 那你要看哪一塊 我就再把那塊抓進來就好 那現在呢 還有一個新的 這是以後 慢慢發展的一個趨勢就是一個 向亮的地圖 向亮的地圖 那向亮的 就跟我們平常在網路上 各位看到什麼 Fresh有沒有 Fresh的動畫一樣 為什麼Fresh他動畫 早期會那麼流行 現在比較稍微 上一點點 因為 賈伯斯博艾 所以已經被邊緣化了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他是向亮的 所以說在整個動畫上 在速度上會相對比較快 相對比較快 那地圖上 現在也是朝這個方向前進 就是有些地圖 他會怎麼樣 變成改用向亮的 那這個載入速度就會比 剛剛用點證的方式來的快 好 你看 Try 不用 應該是 直接進去應該就可以了 討厭 還要登錄一下 好吧 我看一下他的 這裡 好 你有沒有發現他現在找進來了 對不對 不一樣的方式 好 不一樣的方式 那地圖的顯示格式 有沒有發現快很多 對不對 跟剛剛一塊一塊進來 是比較不同的 好 所以 不一樣的呈現方法 那技術上的 改變呢 可能會帶來 就是 不一樣的那個 你看 有沒有快很多 我輪運到也是很快啊 OK 所以這個呢 是我們 在 不同的這個地圖的類型上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其實現在地圖的服務 真的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選擇Google 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好其中一種方法 那如果你覺得其他還不錯 你也可以做個參考